疫苗打到比乌龟还慢 传染病就打到比兔子跑得更快 牙瓜点就一天比一天更穷 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传染病一天比一天厉害 网络在传 大马变印度 台湾变大马 是不是有人这样在传? 大马变印度 台湾变大马 满街还是很多人把口罩戴到下巴 到今天这种地步 还是把口罩戴在下巴 我每天我去到他的档口 我要这样 哈喽 我的意思是叫他把口罩拉高 然后他忽然我拉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还要跟他讲谢谢 我又不敢得罪他 得罪他 得罪他等下你被又装 变一个牵头下去 我欠人家戴口罩戴好来 这边壁子要压着 然后我欠他不要戴布的口罩 要戴三层的口罩 然后我还要跟他讲谢谢 我又不敢得罪人 有时候有一些人很凶的嘛 你就好心没好抱啊 你得罪多一个人你就 中多一千 得罪两个你就中两千 到今天还是不肯合作 甚至有一些外劳来到我们的国家 还是不合作 干年纳太以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多病床等着他 病床不用钱啊 医生不用钱 夫妻不用给钱啊 医药已经崩溃了 还玩口罩放下巴 干啊真的是 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不要跟你们讲什么广告时间到 你们超市已经卖掉了 不要跟我讲什么大便时间到啊 你们现在聪明了大了便才开直播啊 大家晚上好 在这里我只能够祝大家 戴好口罩祝大家身体健康 干年啦 现在哦 穿那个新冠肺炎哦 好像在以前在穿伤风感冒喉咙咙痛 这么容易罢了 现在将近八千我们当多几天 可能啊如果意外控制的不好 当他一五万啊 刚才我儿子跟我算哦 前马来西亚的人口哦 如果一天中一万哦 联系哦三千天哦 全马来西亚人中完一百八千 然你老少啦 如果一天升到一万啊 联系三千天全马来西亚中完 what啊 然后打疫苗打到比乌龟还慢 是什么原因啊 哪呀为什么不开放给食人医院打 至少能够帮助一下嘛 第一现在马来西亚很有钱吗 开放给食人医院打 有钱的一部分有钱的人自然会跑跑过去啊 有钱的跑去食人医院打了 没有钱的人要分配疫苗也比较容易分嘛 因为一部分已经走了嘛 搞到现在Ajack的抢到打架 你在水桶冲凉啊 蛤 是不是应该开放给食人医院 减什么啊 减轻政府的负担 让一部分有钱的人 因为病情再怎么样严重 还是有一些人很有钱的嘛 这样最少能够闪掉一些人啊 然后穷人排队也不用排这样长啊 然后现在已经开放公司申请 公司的员工打疫苗了嘛 已经开放了 前几天前嘛 可是我的公司哦 申请到今天哦 已经好几天了哦 还没有拿到批温呢 一类的 拿零蛋还没有拿到批温呢 然后现在怎样办好 我们只能够把出去的次数捡到最低 我们不可能不出门的嘛 第一你要去打包饭回来吃的嘛 虽然陈北希不吃饭也要打包面回来吃的嘛 放到这边去哦 如果不打包饭 也要去巴萨 也要去菜市场 买菜回来的嘛 也有可能会传染啊 叫外卖啊 叫外卖那个送外卖的也有可能会传染给你啊 食物也不懂会不会传染啊 外卖的食物 所以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原的本啊嘞 我很吵你要看我啊 我很吵哦 你不要听我 你塞着你耳朵 就不会听到我吵了咯 然后你用眼睛看直播 不要听我讲话啦 我就不会吵啦 叫外卖啊 叫外卖 送外卖员也会传染给你啊 食物也不懂会不会传染给你啊 然后每天在家 要闷死人啊 假假都要驾车去兜一个钱回来啊 兜一个钱最多不下车啦 你别去看风景 店屋看一下 啊 路边的马路看一下 花看一下 草看一下 颤了不敢下车 再加一个钱回来啦 陈美琪就是这样啦 哈 不要吃就没有事啊 说的好说的没有说的呱呱叫 去山东住啊 干人哪你啊去山东住 给食人医院打就 有 有水拿了 但是开放好过没有开放 我刚才就讲了 最少能够闪掉20%有钱的人去医院啊 然后没有钱的就不用排队排这样久啊 干人哪你不是加大了申请了这样久 毛都没有一撇 一个星期去菜市场一次啊 冰箱蹲多多啊 现在人人自危啊怎么办 病情越来越严重 牙瓜店就越来越穷 分享了啊 真乖啊 每天煮泡面啊 马来西亚完了啊 还有人来借马来西亚咧 刚才我讲了咧 网络在传 马来西亚升级印度 台湾升级马来西亚 调了丁丁大大利啊 你叫谁调丁丁大大利 就叫那个古来红人 那个卖豆腐花的调啦 调丁丁大大利啦 古来豆腐花敢调啊 调丁丁大大利啊 用我去调丁丁 干人哪你自己不调 叫你别去调 你叫我去送死啊 人家丁丁抓我啊 我坐丁丁的位置就漂亮了咯 我跟你讲 我坐丁丁的位置就漂亮了咯 我跟你讲 在死人医院打政府不少赚很多啊 我雕丁丁啊 丁丁有一个更大的人物究极哦 我不敢雕哦 第一有钱就是我有钱条毛咩 看你们别现在这个样子有钱咩 你们别现在亚瓜丁欠到满身债没有钱还啦 新冠肺炎一年多了 你问亚瓜丁是神啊 亚瓜丁的店从冰城开到医保 从医保开到基隆坡 从基隆坡 从基隆坡 开到星山啊 开光光了啦 去买一户都买一件二十多块的啊 二十多块一件衣户啊 全部陈美琪帮我选二十多块啊 他讲现在行情坏啊 叫我二十多块随便穿啊 干年那前两天他还买了几件十九块九的给我穿啊 死滚完鬼啊 陈美琪 然后最惨的就是业户不要帮我 干年那前几天跟业户借一百万 业户问我 你借一百万借来这么多 借这么多借来干什么 我讲MCO没有钱啊业户 那我问我以前你赚这样多钱你的钱气有哪里哦 那妈呢MCO一年多你跟我讲没有钱要跟我借一百万啊 他讲门都没有啊 借一万要吗 要明天进你户口 我讲业户啊借一万就不要了咯 好在美琪哦 我跟业户讲要借就借一百万 臭业户啊 古寒鬼哦 业户是不是古寒鬼 借一百万都不要借 业妇丑美琪债嘛 业妇陈美琪债嘛 业户不借 业妇不借 业妇不借 业妇等下你不去跟业妇借 业妇收了很多私房钱啊 每次业妇哦 给业妇钱哦 业妇就收着 一给他就收着 收了他又讲 骗业妇奖花完了 其实她是收着收着,叶母应该收很多 明天试看跟叶母借一下 有没有去叶母的水果店帮忙支持一下 所以叶母其实她卖水果 开水果店切西瓜切黄梨 其实她是在掩护她很有钱 夹夹切水果切黄梨 让人家以为她没有钱 半穷,叶母半穷 叶父就不要借一百万给我 你买九块九的一户罢了 干你那家冠的一户赢你十九块九 这个真的是二十九块九啊 这件刚买的星星 以前穿名牌啊 干你那现在MCO一年多了 穿二十九块九啊,没有钱了 叶母 叶父不是叶母啊 叶母应该中了多多啊 没有啦 那个叶母哦,跟叶父垫两神哦 叶父就脚软了的 手软脚软哦 怕业母的 我业父怕业母的 我业母哦 时常哦 讲话如果业父不听 业母就拉我业父耳朵了 我业父的耳朵 被我业母拉到肿掉了 跟你讲没有骗你的 该天啊 我见到我业父啊 我偷拍我业父的耳朵给你们看 我业父的耳朵哦 是 左边短右边比较长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每次我业母拉 很顺手 我都是拉我业父右边的 他不会拉我业父左边的 所以我的业父右边哦 给我业母拉到长长了 可是你请我愿啊 我的业父就是 你请我愿洗完给我业母拉 没有办法 要叫你 要叫业父跟业母看这个基因 这一基因啊嘛 因为全部在讲他们的 你要转这个连接给业父跟业母看啊 因为整集到后面 全部在讲业父业母的 业父有多少身家 大概两三亿将咯 也不是讲很多 不要讲啦 讲他身家 一讲我就生气了 哪有两三千万 跟他借一百万 不要借我 业母一定是母老虎啊 说的对 业母就是母老虎 了解业母看耶 业母了 干丁丁哦 干了也没有用了 你有你干哦 他有他做的 你干了哦 又不是他会改变 你干到你口水干了哦 他也是没拉涉的 他也是不会改变的 他还是用他方法做的嘛 要加长版MCO又死 死的人多 不加长版MCO又医不好 又控制不好 所以左右不到案啊 我跟你讲 这个病径哦 真的很狡猾的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连接哦 一个老人死了 他还没有死之前 他去验了三次 三次都是阴性啊 结果 他死了 死了 才从他尸起 尸体验出是阳性 所以你讲这么狡猾的事情 这么容易对付啊 还记得2020年年吗 2020年哦 每个都抱着期望哦 等待哦 2021年打疫苗 2021年哦 新冠肺炎哦 已经没有传染了 但是2020年的 预测是错的 2021年才是最凶稳 才是最多人公私 清盘最多人 个人破产的 2021年是最严重的 初步估计啊 可能啊 等2023年啊 腰牌当啊 如果你的命还有在的话啦 如果我的命还有在的话啦 等2023年啊 要怎样世界才会更加美好呢 预护对我好 未来的世界不是更加美好啦 预护都不要借一百万 不是饿死就是病死啊 有小部分的人会这样啊 卡了吗 好啦卡了关机啦 谢谢大家 我是夹瓜店街报令 感恩有大家的同在